这里就是尔康的元寝遗址了 但是尔康的历史原形呀 她是复衡的次子弗龙安 她的妻子呢紫薇在历史中的原形呀 是和硕和家公主 乾隆皇帝的第四女 她的母亲呢夏宇和的原形呀 是纯卫皇贵妃苏氏 不过呢这位和家公主初生的时候呀 双手呢是食指粘连在一起的 那么这种先天性的残疾呢 如果在现代的话呀 可以通过手术给她分开 但是在那个年代呀 她这个残疾呢只能是伴随终身了 那么即使这样的话呢 和家公主呀并没有受到嫌弃和排挤 反而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喜爱 她认为呢这样的手指形状呀 非常的像佛手 是一种享日的象征 因此呢这个和家公主呀 也被称为佛手公主 而且出落的是婷婷玉立 以往清朝公主呢 多数是跟蒙古皇族呀 要进行和亲的 并且呢成为了政治婚姻的牺牲品 那么当时乾隆皇帝呀 他看上了大学士富衡的次子佛龙安 无论从出身还是品德 都跟和家公主呢很般配 乾隆十九年 和家公主下嫁给了佛龙安 乾隆皇帝为女儿呀 准备了丰厚的嫁妆 婚后一年 和家公主呀就生下了一个儿子 取名为风神纪伦 而佛龙安呢 也因为和家公主的缘故 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用 那么这个佛龙安在婚前 也是军功累累 在平定大小金川的战役中 立下了汉马功劳 但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呢 没曾想三年后 和寿和家公主呢 突然病逝 年仅二十三岁 因为和寿和家公主的缘故呀 佛龙安呢 在朝中的道路呀 可谓是平步青云 他与公主的独子 风神纪伦自然也不能例外了 也许是爱屋及乌的关系 乾隆皇帝呀 特别心疼他的外孙 便把这个孩子呢 接到了宫中来抚养 并请先生教育他读书 骑马射箭 每次在出旬的时候呀 都会带上这个孩子 还赏赐他皇马褂 乾隆皇帝 把对女儿思念和爱呢 都倾注在了他的爱子 风神纪伦的身上 没想到1784年 39岁的佛龙安也离开了人世 佛龙安去世之后 就葬在了天津济州这里 现在这座原浅的建筑 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而且这里呢 成为了一片废墟 我身后这个墓碑的主人呀 为什么会为顺治皇帝殉葬呢 他是自愿的 还是被迫的 在漫长的历史当中 无论是秦始皇 汉武帝 还是明朝的朱元璋 他们在死后呀 都有很多嫔妃呢 来为他们殉葬 直到明恩宗 当时废除了殉葬制度 殉葬呀 是极其残忍的一件事情 顺治皇帝呢 是清朝入关的第一位皇帝 他受了汉文化影响 而且呢挺信佛教的 可是为什么 有人为他来殉葬呢 顺治皇帝18年 正月初七的时候呀 顺治皇帝 驾崩在了故宫的养性殿 他是因天花而死的 可是呢 这个是他生家的侍卫 为顺治皇帝呀 进行了殉葬 说清东陵啊 只有一个殉葬的人 这个人呢 就叫做傅达礼 顺治皇帝驾崩之后 傅达礼呀 感念深恩 以心殉职 朝廷受他为 一等阿达哈哈 是中烈 葬于清东陵的附近 在傅达礼入葬的时候呀 顺治皇帝呢 他还没有入葬 现在是墓碑倒地 看一下 现在只剩残碑 那么傅达礼呢 他出生于满洲的军人之家 因为父亲的军功呀 受风官职 此后呢 又因自己的军功呀 获得家风 最后成为了顺治皇帝的侍卫 那么当时还有一种说法 有位比利时的传教士呢 叫鲁日满 所著的达达中国史中呀 曾经记载说 顺治皇帝呢 不光是爱美人 不爱江山 他还有呀 断秀之号 私生活呢 也是极其混乱的 他的男宠呢 应该就是长相帅气的 傅达礼 两人呀 相差一岁 年龄相当 这种事对于皇家来说 那就是丑闻呢 在顺治皇帝 活着的时候呀 有大臣呢 向他觐见了 希望他改掉这样的恶习 可是当时顺治皇帝呢 却当成了耳旁风 当时不光大臣觐见 就连他的亲生母亲 孝庄皇太后呢 也是极其反对的 直到顺治皇帝加崩之后呀 孝庄呢 为了他儿子 去消除绯闻 就开始呢 出手整治复达礼 为了保全整个家族 不得不牺牲了他 这才有了史料中 傅达礼 殉葬的故事 虽说有两种说法 但是我认为呀 第一种更加真实 您觉得呢 你知道吗 慈禧陵 龙恩殿的一根柱子呀 竟然价值几个亿 今天穆子呢 就来到了慈禧太后的定东陵 咱们呀 到龙恩殿里面去看一下 他的柱子 是什么样子 为什么这么值钱 走吧 现在咱们就进入了慈禧陵的龙恩殿 大家看一下 什么感觉 是不是金碧辉煌 慈禧陵第一次修建于1873年 竞工于1879年 那么第一次花费白银呢 达到了227万的白银 可是在1881年 此案去世之后呢 后来慈禧独掌大权 到了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第二年的时候呀 慈禧呢 以灵寝 年久失修为由 将三大殿全部拆出重建 那么二次重建好的灵寝呀 是相当豪华的 以三绝 著称于世 有金绝 三大殿的房梁柱子 贴的都是金子 黄金达到了4592领 14403号 还有石雕之绝 第三绝是什么呢 是木绝 绝无仅有的绝 大家看一下啊 慈禧独三大殿用的柱子呀 都是名贵的黄花梨木 那么这个黄花梨木呀 它是非常珍贵的 在民间呢 老百姓有一句俗语 说人分三六九等 木分花梨自弹 黄花梨木可以说是 真品或者是极品 那么这个木头呀 生长期非常的缓慢 生长在海南掉楼山 海拔100米 阳光充足之力 才能生长 500年长这么大 相当于碗口这么大 上千年呀 才能成才 像这么大的柱子呢 至少需要几千年 那么它倒就多之前呢 1990年 国家的某个领导人 李某某来到东陵视察之时呀 他保守估价 木头达到了是 18美元一千克 2001年的时候呢 上海日报报出来了 9000元一公斤 又过去了20多年 它可以说是寸木寸金 是价值连成的 那么现在可以说是 宾临绝迹了 而且这个黄花梨木呀 过去清朝明朝 皇宫他们这些皇帝呢 在修建之时 都没有用到黄花梨木 过去都是明清两朝 最早之时呀 用它来建这个家具的 可是慈禧呢 却用它来修建龙恩殿 这可以说是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关注木子 为您分享更多的历史知识